Hello大家好,我是风云 东风瑞达奇亚发布了凯库官图 从发布的官图来看 新车的车头造型与海外板做出了区别 包围下方造型也更加的犀利 下方的进气口面积增大 两侧的雾灯位置变为了装饰口 整体风格更协调 前灯组的造型也是非常的特别 和同级中的那些主打家用的产品 有着明显设计上的区别 侧面的轮圈搭配也突出了运动感 从官图来看尺寸达到了19英寸 这在同级别中也是有优势的一项 前后均为245-40-229的米其林浩约色轮胎 侧尾部分使用了双边共识处的排气 尾灯使用了贯穿式的设计 不同的是运用了分段式的LED灯组 排列在了贯穿尾灯内 体现出一定的科技感 类似部分整体延续了海外版本的设计 环保式的中控台有着不错的豪华氛围 2块12.3英寸的屏幕连为了一个平面 并且有一定的角度 动力方面根据此前的消息 新车将有1.5T发动机加7速双离合 和2.0T加8ET两种组合 据了解它将在7月底的成都市场上 正式首发亮相 期待该车的发布吧 近日优化媒体报告了 全新一代雪铁龙C5的效果图 第二个方面 从效果图上看 新车依旧使用了家族化的造型设计 色图前logo延伸出来的多个装饰条 很像贯穿车头与上方LED日行灯 融为了议题 另外新车采用了分体式的大灯设计 下方的灯竹巧妙地与前包围整合在了一起 造型非常的别致 前进去割散 使用了六边形的设计 内部中网则采用了列阵式的椭圆造型 整体造型看上去很有侵略性 车人侧面 新车将ABC组涂黑 营造出了悬腹式车顶的视觉效果 新车的侧面线条非常的顺滑 给人一种溜背式的造型的感觉 动力系统方面 新车或将提供四缸汽油和柴油发动机 最大功率预计在133-228马力之间 同时新车或会增加插电式混合动力版本 游戏认证 全新续条龙C5 或将在2021年亮相 对开始感觉的 可以关注一下 微品牌继续发布了 其他全新SUV的全新角度预告图 预告图展示了这款 代号为P01的全新SUV车型的大致轮廓 可以看出 新车并没有采用此前VV系列的设计语言 整体造型更加具有硬派SUV粗犷的设计风格 新车前脸采用了颜色装饰覆盖 原型的大灯组 搭配LED日镜新车灯和三横调幅设计的进气隔山造型 使得整车机链看起来复古的同时 又带有当下的时代气息 此外新车还设计有突出的车体的前包围 并采用了外扩式的轮煤设计 从而凸显出整车的粗广气息 正面来看 由于新车定位紧凑性SUV 整体尺寸并不大 整体方盒子的车身设计 与当下多款硬派越野SUV非常的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 该车的仪式配色图有过曝光 其颜色非常的丰富 由于新车采用了全新的非承载式平台打造 所以目前暂时没有官方对该平台动力上的信息 不知道这次大家觉得如何呢 其外官方发布了全新加滑的类似官图 可以看到 其内部采用了2块12.3英寸的全一天仪表 与中控显示屏组成的一体式大屏 同时该车配备了冠装式的空调出风口 其下方是触控式的空调调节区 以及旋钮式的电子挡霸 回怪怪 新车采用了其他最新的家族设计员 全新样式的中网配合分底式的大灯组 大灯被阶梯式的LED日经行车灯分为了两个部分 车门侧面在车群处采用了多个元素进行点缀 配合侧顶亮颜色的心理架提升了不错的实用性 尾部方面该车配备了当下流行的冠装式的尾灯 内部灯枪结构同样是阶梯式的造型 同时其尾箱盖下半部分还配备了内凹式的设计 搭配到地形的牌照区域并时度突出 动力方面根据之前的报道 新车有望搭载3.5升V672发动机和2.2T柴油发动机 并提供包括了46789 11座等多种座椅布局 据悉该车将在2020年第三季度在韩国市场推出 随后会在其他市场发售 对该车感觉的可以关注一下 一组上级通用507下全系MP为50凯杰的实测叠照 紧急曝光了出来 要关方面根据此次曝光的实测叠照来看 新车采用了大尺寸的多边形前颗扇 配复则以密服条式或点阵式元素进行装点 变速度较高 同时该车还配备了分底式的大灯组 上方为狭长且犀利的灯组造型 配合下方为4.4的造型 让行车看上去更加的运动 从从正面来看 新车前后凸起的轮煤 配合车身锋利的腰线层质感突出 同时其采用了隐藏式的BCD主设计 同而营造出悬浮式车顶的效果 回不来看 整体层质感较为丰富 尾灯设计与前大灯造型相近 同样十分狭长 值得一提的是 新车采用的是传统侧拉门结构 而并非侧滑门 车顶尺寸方面 新车扇高分别为4875 1880 1690毫米 车距为2800毫米 动力方面 新车将到达一台1.5T涡轮增压发筒机 其最大功率为177马力 同时根据此前信息拉开 新车也望在今年第三季度预售赏市 期待下巴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点击点关注微解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